锦衣话外音52 让陆大人不顾一切的女子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01 世间万物都不及你 35级抢婚 看到颜世凡的一瞬间 陆一有些吃惊 如果只是颜商 锦衣为的身份可以很容易将小捕快带走 可现在需要下一番功夫了 小捕快从床上坐起 陆一看到他脸上的泪痕和被撕开的上衣 整颗心都揪了起来 自己太傻太傻 若早一点察觉到不对劲 早一点赶来 小捕快就不会受到这番惊吓 陆一狠狠咬紧牙关 才将险些脱口而出的愤怒压制下去 要想平安带走小捕快 就必须忍住脾气 不能勉强和颜世凡撕破脸他不怕 但不可以直接翻脸 若真惹极了 小捕快难免不会成为牺牲品 这是陆一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调整鼻息 尽量礼貌却不是杀气的和颜世凡奖励 但颜世凡一步不肯让 更是用那只该被砍掉的脏手 捏住了小捕快的脸 陆一只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在灼烧 他勉强维持着语言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后草芽的缝隙中撕出来的一般 他一直紧紧盯着小捕快 那张脸写满了恐惧和隐忍 他该有多害怕 可他却没有张嘴说一句话 他是担心自己不就他吗 还是怕说错话给自己惹麻烦 陆一不敢去想 更不忍去想 而颜世凡的手却再一次加了力气 小捕快原本就起满了泪水的大眼睛 终于滚落下泪来 陆一觉得自己真的要炸掉了 颜世凡在他脑海里已经被淋迟了数百遍 陆一的眼神愈加狠烈 恨不得用目光刺入眼前贼人的心脏 纳斯竟然还在挑衅他 陆一的愤怒似乎是从地面蔓延而上 一点一点将身体全部吞没 陆一终于完全无法忍耐了 他将剑一把丢给层服 冲上前将小捕快拉入怀中 而颜世凡仍不肯松手 嘴里还在试探他是否真的愿意因此翻脸 实在可笑 若不是顾及父亲和自己相关的亲友 今日他想做的 可只是翻脸那么简单 终于 他将小捕快抱在了怀中 这一刻他的心脏终于落回胸腔 愤怒仍在燃烧 可他终于安稳了一点 他将怀中的人再搂紧了一些 仿佛搂住了整个世界 02 让陆大人不顾一切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婚前小剧场 官妇原职的陆大人再次成为京城炙手可热的公子哥 虽陆家已不及曾经的风光 但陆毅本人的皮囊仍让不少富家小姐趋之若武 更何况相传如今的陆千世和以前大有区别 已经不是一张冷脸巨人千里之外 围观群众推测八成和三年的老玉有关 那凌冽的杏子终于磨合得成熟稳妥 虽另有声音说陆毅此番变化全音 一名叫袁金夏的女子 她在诏欲三年日日守在门口等着情郎 此女子在六扇门任职室 麦豆腐原大娘收养的女儿 那些富家姑娘们刚听到麦豆腐三个字就笑了 这等身份 即便陆毅再坐三年老也配不上 完全不足畏惧 于是总有不死心的知识媒婆上门说清 陆毅凡不胜凡 更恐惹今夏不开心 干脆派人守着陆府大门 禁止一切没人拜访 此举一出 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好事者纷纷起了好奇心 这传闻中的袁金夏 究竟是怎么样的女子 能让陆大人如此不顾一切 有胆大的开始去六扇门为官 更有甚至连袁大娘的豆腐摊都不放过 今儿去买一块豆腐 明天去买一个豆腐串 就为了打探点消息或者偶遇惊吓 六扇门那儿稍微好处理 毕竟普通百姓对官差还是有所畏惧 多警告几次也没人聚集了 人员一疏散 袁大娘那里就成了重灾区 好好一个豆腐摊 快变成了旅游景点 路易心里很是难受 以前他就知道 这婚姻之事是两个家族结盟 谁都想攀附为高权重的家庭 以他的身份被人惦记也在所难免 他本以为父亲死后情况会有所改变 殊不知三年的牢狱之灾 反而给他添了些神秘的色彩 一个已经被赐死的人最终脱险 甚至官复原职 在皇上心中的地位该是何等重要成为很多人想攀附他的原因 这些闲人如何解决他并不担心 可万万没想到 居然影响到了他心爱的金夏 终于他决定出手了 即使对方只是些规格女儿和百姓 他也不能眼睁睁看他们扰乱小捕快的生活 然而没想到的是 金夏却制止了他 路易不解 就算你不在乎那些人来参观你 你娘亲每日被认为关你不心疼吗 金夏笑道 你不懂我娘亲 她欢快得很呢 这每天一出摊豆腐就被人买得干干净净 然后都围着听她吹牛 银子赚到手生活也充实了 她别提多满意了 还能这样 当然 我娘一生寡居照顾我 哪是这点小风浪就会屈服的 她常说是仅人家混生活 踏踏实实把钱赚进兜里才是正道 别的都是虚的 那你也不在乎那些女子消想我 那又如何 消想你又得不到你 我还说啥时候请一个画匠 多画几幅你的肖像 让我娘出摊的时候一并带上 多赚几两银子 袁金夏 糟糕 我怎么把脑子里想的话说出来了 金夏把腿揪欲跑 被路易一把滴溜回来 整个人抓到了面前 看来还好袁不快再留什么认知 只想到了卖画像的法子 若是和你的好友红豆一起去开肖像格 岂不是还打算让本官亲自待客 这银子够多的话也不是不行 这可是大人民自己说的 耐不得我 路易语色 自己如今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果然和金夏待在一起久了 容易走偏 路易看着眼前睁着圆滚滚大眼睛 装着无辜的可爱少女 恨不得直接将她一口吞下 只可惜婚妻未到 有些事情只能忍耐 她心想 赶明就去和袁大娘商量将婚期提前 一为堵住悠悠众口 一举解决如今被缠着的局面 二是既然金夏如此贪财 是时候早点让她知道自己真正值钱的本事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if you if you if you you